哈喽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小徐 很多朋友有在问我 每次做保养的时候 赛斯店或者修理厂都会说 让清洗积碳 清洗节气 说能降低油耗 这个到底有没有必要经常的去清洗啊 这个积碳到底是不是那么容易的形成啊 那么小徐今天就给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 仅供大家参考 首先来说啊 积碳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它是怎么样形成的 简单的来说呢 其实积碳啊 就是烧机油或者是汽油燃烧过后 形成的一些杂质 你看很多烧机油的车子 它的燃烧室或者是气门背部 都有很多的积碳 只要不是烧机油的车子 你发动机里面的积碳真的比较少 是它里面燃烧过后 它会产生一些杂质 比如说灰啊之类的东西 它肯定没有你新车的时候 看着那么光鲜亮丽 这个是很正常的 而且现在的车子 机油也用的好了 不像以前啊 有用的假机油之类的 假机油的话 它就会在发动机里面 形成很多积碳 因为高温之后啊 这些假机油就不行了 它就会凝结在发动机内部 但是现在的车啊 很少有这种情况 其实很多修理厂啊 他们都是用什么 打掉瓶的方式来清洗啊 其实那个东西不能说没用啊 只能说意义不大 你洗完和没洗 其实差不多啊 除非是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积碳 比如说你的燃烧室里面 肉眼都能明显看见到 有很多很多的积碳了 那可以清洗啊 那个是有必要的 你洗完了之后 能明显感觉到动力提升 或者油耗降低 但是像什么几万公里的车子啊 你完全没必要去折腾啊 有可能你折腾过来 折腾过去 最后还搞坏了都有可能啊 一般洗积碳啊 就是在五万公里到十万公里之间 不烧机油的车子 你可以加两瓶燃油添加剂 那个玩意也有用 但是你不用说每次加油 都去加那个东西啊 你偶尔加一次两次可以 有一定的作用 能够帮助清洗一下 气门背部呀 或者是燃烧屎 有一些烧机油严重的车子呢 你可以适当的跑个两三万公里 可以去清洗一下 最好是拆开清洗 但是不是说拆发动机啊 比如说拆火花塞 清洗燃烧屎 这个不叫拆发动机啊 或者是拆进气道 清洗气门背部 或者进气道里面 截气门这些 这是可以的 这个不叫拆发动机啊 你不要一听说拆东西 拆东西 就是说把发动机解体了 不是那个意思啊 尽量是拆开洗 如果说你不拆开洗的话 洗了和没洗 效果差不多啊 然后还有什么 发动机内部清洗剂啊 也一样 如果说你打开你的机油盖子 你都能明显看见到 里面都是金黄色的 那你洗它干嘛呀 是不是 那里面哪来的油泥啊 根本就不用洗 除非你打开机油盖 里面能明显的看到 有凝结成的油泥 那个可以洗 但是呢 如果说太多了 就没必要了 你别洗过来洗过去 把油盐给堵了 那就完蛋了啊 因为我们很多同行 有遇到这种情况的 给人家加那个清洗剂 加进去好 洗得干干净净 油泥全部到油里 可全部把极力气给塞满了 这玩意儿直接拉缸了 这是有可能的啊 如果说你的发动机 内部太脏了 你实在看不下去 直接解体大学发动机 就可以了 解气门呢 其实可以清洗一下啊 跑个三四万公里 就可以给它拆下来洗一下 尤其是自然吸气的 涡轮增压的话 可以适当的再长一点 因为涡轮增压 大家都知道嘛 进气管里面的压力多大 它那里一般 不容易形成基态啊 跑个五六万公里 清洗一次也是可以的 大家不要觉得啊 它有一点点脏了啊 就完蛋了 就必须要清洗啊 那么一点点是不影响发动机的工作的 很多修理厂啊 就会说啊 你看看那里 节气门比较黑了 核心的 你看区别有多大 那不废话吗 那工作的东西 它能不黑吗 这就好比你去买一口炒菜的锅一样 你拿回来的时候 锅底是干干净净的 是不是 你烧过一次火之后 它就变黑了 你不能说那个锅就坏了呀 对不对 就这么简单 车子是一个消耗品 就是为车主来服务的 你不能反过来了呀 对不对 你不能说让车主去服务他呀 只要车子能跑 发动机那些工作正常就OK了 不用过多的在车子上花这些钱啊 当然啊 如果说你比较爱车的 那你可以去花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啊 简单的来说呢 就是清洗是没有坏处的 只是说看有没有必要了 好吧 就这么简单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啊 喜欢小许视频的记得点赞加关注啊 感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 感谢大家的观看